红烧姜潭多少钱? 这条姜潭有多重? 四斤多 四斤的大姜潭,88块钱 很多人说这个姜潭就是大链鱼 会切的时候就很大 懂的就懂,是这么个概念 你这个大鲠鱼做的感觉像那个盘龙扇一样 这就好了 多漂亮 这鱼一天能烧多少? 十来条,一天就是一两千块钱 可以的 你看这个小鱼 乖乖的 起锅再次烧油 加上一点大姜 来上点大葱 再加上点大蒜 红姜蒜给爆锅 这是红烧的三件汤 来上一点瓜椒 加上几个大饺 下锅 加上一点料酒 来上一点老抽 红烧 老抽不能少 你看,就这种烟雾气 再来上一点生抽 加上一点蚝油 这才是红烧的灵魂 加上小啤酒 一定要拿老板的那个石牙给开开的才行 这不能追了吗 追不了 关键说我怕追啊 他比我还能喝 说关键 我这是我颜色 你看,红红亮亮的多带劲 这个鱼在里面不能被淹死吗 淹不死 鱼会游泳是吧 为了更快给大家更新视频 我特意发了新电脑剪辑 大家买了新的后 旧的怎么处理 像我换下来的 旧笔记者手机相机 都会在我这儿的大门里收 他们价格公道 大学又快一半去 我那台苹果电脑 都带了4800 当场就拿钱 太爽了 最近夜市在这 还没出锅 你放香菜干什么 去去腥味 还能增加香味 去腥增香 这个神奇功能 后面坐的那个是不是你老婆 是啊 这就是男人是吧 你站着 他坐着 你干的他歇着 这就是 老板 你看 这才叫幸福 这个辣椒就不要了 对 哎呦呐 我那也不能吃了 味就没有了 没有辣椒味了已经 哎呦呐 讲究哈 我就觉得这个鱼汤泡个饭 我得给无敌的 这就好了 这就熟光 这个菜讲究的就是这个烧工 好 好 再加上点香菜 对 88块钱的红烧大灰鱼 这一块 已经完全烧入味了 先炸再烧 鱼肉是这种入口即化 红烧是 咸鲜 微甜 主要是炖到位的 技术又可以 这个汤汁啊 待会儿半个米饭 那绝对了